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这盘秀九花已经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它的花瓣已经开始变得枯萎、发黄 这些老的枝条上面呢,已经又长出了好多的侧芽和番枝 为了让它们尽快的长大和老一点开花 就需要把这些残花给它剪掉 今天的视频呢,我就讲一下秀九花花后的修剪方法 这颗秀九花的品种是五镜下 在三月份的中旬就已经开花了 五镜下这个品种,它的特点是新老枝条都可以开花 它的花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八九月份 看一下,它的根部和老枝上面有长了很多的侧芝 因为由于这些花球的存在,太过于密集 阻挡了这些小枝条的光照和通风 所以看起来长得特别的细 这些开败了的花球,如果没有及时的修剪 它还会继续消耗木板的养分 就会阻碍这些小枝条的生长 所以如果开败了,就需要及时的给它修剪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些刚刚长出来的小嫩芝 全部都是从这些开了花的老枝条上面长出来的 如果是这个残花留在上面 那么这些小枝条是很难长大长粗的 修剪的时候,注意一个原则 就是在它花下,一般是从它的第二对 或者是第三对叶的处给它剪枝 以这个枝条为例 顺着这个枝条往下找 这个是它的第一对叶片 这个地方是它的第二对叶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这个第二对叶片的芽点 明显的要比第一对叶片的芽点宝满很多 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 就要从这个有件状芽点的叶片上方给它剪掉 像我们刚刚剪掉的这一盆 也是要按照同样的原则 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自己家的修求花 也就是那种老枝条才能开花的品种 开花花什么时候修剪呢 按照我个人的做法 如果是发现这个花已经没有那么好看了 也是需要尽快的修剪 不然就会妨碍这些小枝条的生长 也会影响来年的开花 不管是什么品种 在修剪的时候 顺着这个枝条往下找 找到芽点最饱满的那对叶片 在它的上方一厘米处给它剪枝 这个枝条就是我们刚刚剪掉残花的那个枝条 它的下面已经长了很多的侧芽 不过呢 由于空间的限制 所以它们长得特别的细 等给它剪完了枝 再给它试点微生菌剂和复合肥 让它的枝条尽快的长壮一点 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够二次复花 像这两朵花呢 还没有开败 按道理也可以不用修剪 但是它下面的枝条也已经长了很多的侧值 如果是不给它修剪的话 也会阻碍小枝条的生长 为了让它们下次开花开得比较整齐 所以呢 我决定也把它们一起给它剪掉 好了 现在已经修剪完了 看一下 它下面的枝条又多又细 所以说 及时的修剪是很有必要的 修剪完的修球花 最好是马上给它补充一点肥料 平时 我比较习惯使用的是维生物菌剂和复合肥 像这么大的花盆 每种肥料 各使用两克就可以了 施肥的方法 就是沿着盆边给它开一个浅沟 把肥料均匀的撒入 然后给它浇透水 就完成任务了 但是我感觉到这个盆土已经长满了根系 最好是沉着这个机会给它换一下花盆 不过今天先不要理它了 先施肥再说 等过几天有时间了 再给它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花盆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